阿里巴巴今天有 又破廣告底 低建130元 阿里健康一出業績 也是慢慢地向下捨 另外阿里影業昨晚也出了中期業績 收入13億5,800萬人民幣 升了4.7元 中期仍然都要市 不過已經收窄了很多 去到5,324萬 算是2014年阿里入主 它轉營以來虧得最少的一次 但始終還是未做到賺錢 但你看到趨勢 它正在改善業績 雖然今天股價這樣跌 多一點因為大市價 都成六百多點的跌幅 但它算是抗跌力 算是可以一點 但在橫行區間 沒有再這樣大石下來 沒有大市跌那麼多 首先你講一下 你怎樣得到這份業績 即我們叫改善中的業績 是 值得很值得留意 但當然那兩者 之前的主題性很強 市場亦都很大 一直都受到市場 關心政策變化影響比較少 阿里影業當然是 尺寸規模 尺寸規模 相對有一個距離 但做行業方面 亦都反過來比較單一 當然影業方面 其中一件事 如果真的早說去年或前年都受到疫情的影響 反過來 很多片就算上去 電影院未必上去 就算上去到 票房的收入 都未必會太理想 可能主要是靠線上方面的情況 今年來說會比較理想 當然有兩出大片 大家可能會說到 距離的收入 其中是其中一個投資方 在這方面的分成 大家都預期未來 如果多些大片 他們有參與 上做投資方面的推動 可以有一定的利潤 模式來得簡單 也應該是受到政策面影響比較少 所以撇除了本身的市值大小 但是純粹以行業方面的情景發展來說 它的能見度是比較高的 公布業績的同一日 還有很多好消息配合的 就是你剛剛提及過 那套大片很厲害 就是壓力影業 有一份投資和發行的 就是長津湖 正式打破了中國電影市場的票房紀錄 票房達到56億9400萬 包括這個錢 其實包括預售的 累計所有的東西 也都是今年暫時來說 全球票房最高的電影 它早在10月初 在內地上映 當時的票房已經很厲害 上映到現在第56 終於破馬紀錄了 這次業績 其實未反映整個長津湖的數目 它可不可以這樣說呢 所以它的中期 EBITDA 非常接近盈規平衡水平 蝕大約500萬 會不會可以在城駐長津湖 下一次業績 可以準備迎接賺錢呢 有機會 但你總要看回 真是它本身在參與的比例 我都看到現在 譬如舉個例 應該其中參與這套電影 最比例比較多的 其中一個就是博立 博立他們自己的行業總裁 都剛剛在這套戲 剛才說的票房那麼高 他們就說自己的投資規模 就去到2億美元 但現在收回來的票房 大家剛才提過 但他們就說 如果除去兩個固定的開支 就是5% 國家電影發展專項基金 給3.3%營業稅 再加上 跟著下來和戲院的分成 製片方和影院的分成比例 計算是43%和57%的分成比 計算是約略 市場覺得可以博立 就會賺到幾億的利潤 幾億而已 如果這樣購買下去 因為都是拍鐵影片 這個是有成本 但要看回這個成本 究竟是說 如果大家有留意 它公佈 其實長中紅是有逐集的 你可以期盼 如果它這個成本究竟是一集還是兩集 還有第一集也收得這麼好 未來來說 是否可以合著勢 跟著下來 如果續集再上 如果票房不差 你可以有一個遠景 有一個展望 就算阿里投資的比例 情況是怎樣 但都會繼續 可能有否有一個大收利潤的推動 這都有正面的憧憬 但數字真的不要想到 純粹那56億再扣除了 是否全部落去阿里 還有這麼大的製作 都有很多投資方